酸粉的味道 老板上工了 创新月饼测评 这不中秋节快到了吗 给您买点拼口味的月饼 用我的钱给我买月饼 我谢谢您那 上面有一个螺丝 我就整个人有一点不好的预感 各位同学 你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螺丝粉月饼吧 看你们应该不会有螺丝粉粉粉吧 这五人那么多 什么五人啊 感觉是什么炸菜 等一下我吃吃吃想问一下 这个东西销量好吗 特别好 广西人应该也不会怎么买 这个螺丝粉月饼 吃个螺丝粉 酸粉的味道 你闻你闻你闻 如果我说还有点好吃 你们在那边打我 它里面那个东西有点像 干的那种什么菜 甘决决的 它螺丝粉的香味竟然还很和谐 酸 臭 香 甜咸甜咸 带点辣还带点臭 是我的菜 嗨 我是凯瑞 奇怪我的口味 草云奶月饼 内蒙古月饼 芝士 奶豆腐 奶皮子 酸奶 奶豆腐我们曾经见过面 但第一次见面不是很愉快 第一个我想试试 能不能跟奶豆腐达成和解 哎呦闻起来有点香 油油的 我觉得达到和解了 但是也不可能成为好朋友 这两个月饼都是它是奶香甜 我会有点香 这刚那口奶香味更浓了 我能跟他成为好朋友了 我觉得口感不是很细腻的那种 但是味道真是越焦越善 奶豆腐跟奶皮子有什么区别 它口感要更细腻一点 比奶豆腐 但是它反常的香味少了丢丢酸味 但是味道的话 我觉得我更喜欢奶豆腐的味道 这两个月饼都是它是奶香甜 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种类型的话 我觉得你们也跟我一样能吃的惯 这个酥酥室来了 这是哪个地方 米门 艾扬江夜阳 是那个吗 拉丝啊 这个可以叫月饼吗 这个应该是马属大饼吧 你叫多少钱 多少钱 38 38也不算贵吧 因为它变成这么大一刻呢 有点沾嘴巴 不太好印下去 它除了是个饼之外 跟月饼真的没什么关系 有段时间不是很流行 那个蛋黄酥里面加马属 肉松吗 对 一模一样 它外面就只是芋泥 所以它吃起来有一种感香 我觉得是好吃的 那就仅以此大饼祝各位 终究佳节 人育两还元 我真是好会说几项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像我一样 吃月饼只是提 你好奇怪哦 我就不一样了 我吃月饼只是蛋黄 好奇怪哦 给你你喜欢的 有点事 我堆到猪朝阳去了 酸笋 好吃 这是我们俩的口味 确实 我卖 这真的好吃 这什么 开口味道大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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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